其實節奏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職業的結他手 只有八成時間都是幫人伴奏 就算簡單到這樣 其實都要練 在課程中 我們會用重點去講一些比較複雜的技巧 Funky Rhythm 就是那些16th 我們不會差得很遠 主要是一個Dominant Seven 先然後去Miner 為什麼呢 因為由於每一個Quad 其實呢 它背後隱藏了 是有很多東西 這個Dominant Seven 如果你去浪音室做事 就這樣彈 顧問你彈得多準 可能我監製或者編曲都會問你 喂 不要太孤寒 加些東西 其實 這個Dominant Seven 其實 為什麼呢 它是一個什麼Key的 有些什麼 可不可以亂折下去 不行 課程是圍繞著 這個Quad 本身的Quad Scale 它所擁有 由C的開始 擁有完整的音 你看看 它是Dominant Seven 它是一個擁有Root Flat Seven Third 和Fth的Quad Scale 而呢 在樂理上的 其實呢 它是存在在F大調 所以 一個譬如 一個B Flat Seven 我加一個F的Major Triangle 可能會好聽一點 第二件事 由於它由第五度開始 我們叫這個Mixolidian Mode 五 六 F Key 但是呢 如果你是C可以數 C是Root 是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你再小心一點聽一下 如果當每一個Quad 最常用的 譬如Miner Major Dominant 你都可以同時間 Cover到它的Quad Scale 那些Tone的時候 你可能見到一個Quad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有這些聲音 就是要用的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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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音樂之外 當然包括 如何用這些音 到時會有 Notes 會派給你們 有些Example 那些音樂之外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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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